中国北京这座立交桥火了,路面复杂程度,颜导航都崩溃了,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,私家车数量越来越多,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,为了改善堵车现状,很多地区开始修建立交桥,说起中国立交桥最多的城市,那就非北京莫属了。 这不中国北京这座立交桥火了,路面复杂程度,颜导航都崩溃了据了解,它就是西直门立交桥,是城区通往西北交的必经之路,桥上扎到众多,对于路况不熟悉的司机来说,经常发生上的却下不来的现象,而西直门立交桥也因为,其设计过于复杂,被称为第九奇迹,耗费四年,投资2.1亿元,西直门立交桥拔地而起。 本来修建立交桥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,可谁想到仅仅两年时间,这里就成了北京最堵车的地方之一,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西直门立交桥的交通标志太多,有近百个之多,路面状况如此复杂,就连导航有时候都会崩溃,很多老司机直言,这个立交桥的设计实在太不合理了,仿佛进入了迷宫一样,不过相关专家也提出了改造建议, 树立更加准确的指示牌,增加交通标识的指引信息,相信这些烦恼都会逐渐得到解决,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